有比较喜欢我的粉丝跟我说 说我这个粉丝总量都已经快两万了 为他不在那个出床上挂货 这个我对带货这事啊 我是这么看的 如果说真要有好东西 可以跟这个粉丝分享 实际发布视频也是打开一个交朋友的窗口 那么粉丝就是你的朋友 有的博主说带货也是双扬平台鼓励 是双扬啊 平台和这个博主都有受益 但是我觉得作为博主来讲 就为那么一点点的佣金 没必要去把不好的商品介绍给粉丝 我考的应该是三营 双营只是平台和你这个博主本人 那么三营应该是把粉丝也考虑进来 粉丝是你推荐产品的消费者 那么最终你这个卖的产品 一定要对得起粉丝 所以我对那些佣金高的 反倒我不愿意去推荐 因为佣金高大家想着 那不就是羊毛除在羊省上吗 但是这个产品要真好 比如说我试了之后真好 那我可以跟这个我的粉丝推荐推荐 你看现在我出床 我现在才挂啥样 第一样是我挂的一个旅游的 一个走遍中国这个书籍 就为了这个下部我要谈旅游 所以我得有更有距离去讲一些知识 我发现这本书很好 所以我挂到出床了 第二个就是说 我用过一个这个东西叫 一个小型料理机 大家可以让我出床查一下 非常灵活 它不用插电的 它可以充电 然后就像一个水杯是拿来 你就是搅右馅 搅这个花椒面 搅这个水果汁都可以 非常灵活 这都是我用过非常好的 要不要我不会挂的 还有最近我常吃这个油闷笋 这个很好 这个是我现在打菜 这油闷笋 我看好多视频 有人在推荐 这个应该是谁吃谁都愿意吃 这真挺好吃 它不单是能早上喝粥 当小菜吃 我看喝酒也是一个很好的下酒菜 说起喝酒 不知道大家最近看不看有个新闻 就是青海 青海有六个六名厅官 就是厅级以上的干尔摩 然后六人喝七瓶酒 最后我是喝死一个 这个新闻最近网上挺火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什么感受 实际这是被通报出来了 是你知道了 没通报的有多些呢 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聊聊 现在这个社会上 还有哪些人在喝咸酒和喝大酒 我感觉主要留两个人 一个是做官的 虽然中央有这个八项规定 但是他们那个酒局依然还存在 就像刚才说的青海这个官员喝酒 这个世界就是曝光了 这没被曝光的呢 有的是 咱就不说它是什么顶风作浪 但是隐蔽的那种饭局 酒局小团伙 还依然存在 不有那儿了吗 矿山水平底装茅台 有的是 另外还有一类人 就是经济上很滋润 年龄都在四五十岁 家里没什么负担 孩子上大学了 或是这个没结婚的 你看呢 也是 没事就忽视海河 我前两天回趟老家 然后很多朋友 专门是请我 喊了一些朋友 哎呀 我一看呢 那些过去朋友 还在家乡那边 天天就那么喝呢 这次回去之后 中午请我 召集来六个人 然后你都想不到 那个酒喝的啊 从中午喝到晚上五点多 然后运饭店都翻台了 等于到晚间那个厂了 哎 我们才撤出来 撤退之后 继续找 继续找酒馆 还要喝 我跟他们拜拜了 我就想了 什么年纪了 还这么喝酒 过去我就是酒局不断 我离职之后 一顿酒不喝 包括自己在家 一顿酒不喝 我觉得那就是伤身体 总的说呀 就这么两类 一类是官员 还在背地里喝 大吃大喝 拉帮派拉关系 再有一种 就是刚才我说的 这个 业余时间朋友相聚 在酒店还是一个地喝 不好的家庭 只顾自己在外边 消遣和玩乐 就这两类人 你看还有哪类人在喝 社会上那些 微生活奔波 正在做苦力 打工的那些人 哪有成年下饭店喝酒的 所以说呀 我觉得啊 在喝酒这个问题上 大方向是不提倡的 尤其是那些胡吃海喝 有什么意义啊 难道你交朋友 和工作也好 必须靠酒来当第一位的吗 到头来自己身体 受到损伤 所以我在这里 我奉劝我们的这个年轻的朋友 前场一些喝酒的恶习吧 将来到老前你一定会后悔的 我也奉劝我们那种老年朋友 要真正喜欢喝的话 就是以保健作用那种方式的喝啊 一顿便超过二两 好了 今天我是尝试着用这个生活化的视频 跟大家聊聊话题 我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的饭都没好好吃啊 拜拜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